当地时间11月29日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在其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 享年100岁 得知消息后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发文哀悼 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X上写道 亨利·基辛格去世了 多年来他忠实地为其国家服务 同时他还是一位关注现实的实用主义者 而不是只听从美国的外交政策准则 现在在美国政府和西方世界 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 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远安息 此外 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对基辛格的事实表示哀悼 称其为杰出的外交官 睿智和有远见的政治家 多家外媒提到 除了推动美中关系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基辛格也是冷战期间 美苏关系缓和的主要推动者 他不仅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也给世界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基辛格1923年出生于德国南部 1938年他和佳然离开纳粹德国到美国定居 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 基辛格曾在美军服役 在哈佛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9年 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973年至1977年 基辛格先后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 美国《纽约时报》提到 冷战时期 基辛格促进苏联加入了一场 后来被称为缓和战略的对话 使得美苏签订了第一份重要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 纽约时报称 作为战后最具有权势的美国国务卿 他既受到赞誉也有争议 他复杂的政治遗产 至今仍影响着美国与中国 俄罗斯和中东的关系 今年 基辛格还对俄乌冲突表达了关切 5月17日 英国经济学人刊发了对基辛格的专访内容 基辛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他认为 乌克兰加入北约不仅符合俄乌双方利益 同时能确保乌克兰政府日后 不会寻求以军事途径解决领土争议 基辛格当时还称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和平 及人类生存的主要威胁 因为两国已经踏上了相互冲突的路线 俄罗斯塔斯社5月18日发文称 基辛格改变了此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看法 美德韦杰夫5月18日在社交平台 Telegram上发文 对基辛格的上述言论做出回应 基辛格呼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梅德韦杰夫彼时写道 没错 再过十天 他就百岁了 他曾与伯列日涅夫会面 然而 他在这一点上完全错了 他认为 美中之间的冲突将是对人类的主要威胁 但我一直认为 要正确评估形势 重要的是将直接和显著 而不是假想的威胁纳入考虑 梅德韦杰夫还阐述了乌克兰加入北约 对人类而言 更具威胁的理由 并表示 北约已对俄罗斯发动了一场混合战争 乌方不会放弃试图夺回领土的努力 这意味着 俄罗斯将不得不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予以回应 基辛格去世后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一直以来很欣赏基辛格的智慧 政治成熟度和非凡的外交才能 据塔斯社介绍 基辛格生前曾多次访问俄罗斯 与普京会面了十余次 这些人都会发动了十余次 感谢观看